今年是我們葵聰蘇節工學40周年的校慶 等我們同大家一齊回顧一下學校的歷史吧! 葵聰蘇節工學是由香港蘇節戶同鄉會創立於1982年 是同鄉會創立的政府津貼中學 也是同鄉會創辦的四所中小學之一 佔地52,000平方尺 當年的建築費和設備費 主要都是由政府和同鄉會承擔 我們學校的校訓是整齊嚴肅 而學校的特色是培養學生積極的學習態度 重視兩文三語和培養學生健康全人成長 學校的設計獨一無二 空間比一般的津貼中學大 學校落成時已經有優良的設備 包括聖鋼機和兩層禮堂 是和他學校中少有的理想校舍 創校時,校舍分了三組 東翼樓高六層,作特別室之用 西翼分上下兩層 上面是禮堂、少日夫堂 下面就是有蓋操場 中間大樓高五層,以弧形設計 設有24間課室 學校在2000年由政府擴建工程 新增了新役,有五層課室 學校在1982年9月20日舉行開幕典禮 由市任教育署署長主禮 當年的學校外牆是米黃色的 頭牆往小賣步的樓梯是紅色的 同學仔都叫它做紅樓梯 除了禮堂之外 學校的陳全人圖書館也很寬敞 這個名字是為了紀念 當年捐款的著名中醫師陳全人先生 這個地方同時也記載著歷年來 不少同學在這裡閱讀書籍 一起學習、一起進步的美好回憶 圖書館也是主持組會廣播的地方 在2021年校方為校園電視台 增添了高清器材 校社的介紹完結 現在等我們穿越時空 回顧學校40年的發展和珍貴片段 學校第一任創校校監是徐桂梁博士 學校第一任創校校長是阮大元博士 以下是第一屆謝師燕的片段 今天我非常感動 比香港資助工學的氣氛還要好 他們沒有教書 其實我也沒有教書 所以今天應該謝謝各位老師 院校長於1986年離任 由曾祈貢先生接任校長一職 他非常重視文藝活動 因此學校開展了很多表演活動 例如聖誕綜合表演 我們一齊看看1989年的片段 一起看看1989年的片段 時光飛逝 學校轉彈間已成立40周年 不知道以前的典禮是怎樣的呢? 等我們現在一起回顧一下 這是1992年舉行十周年紀念慶典企第九屆畢業典禮的片段 當年還舉辦了開放日 並且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聚餐 由時任校監范甲先生致詞 仲嘉賓向師生校友捉酒 非常熱鬧 這是20周年紀念慶典企第十九屆畢業典禮的片段 20周年後慶活動由開放日、葵青劇院書發展覽、 探訪老人院和校友聚餐等 這是25周年紀念慶典企第24屆畢業典禮的片段 30周年後慶典成大校長郭偉教授主禮 典禮後隨即有英語音樂劇表演 主題是《邁向理想之旅》 The journey of our dreams 當日演出非常成功 因此我們差不多每年畢業禮都有英語音樂劇的演出 感謝前任校長、老師和同學的努力 在同鄉會的支持下 樂校的同學成績持續進步 並且在香港中學會考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 都有傑出的成績 渠聰蘇智公學都有同學經常參加大型校制比賽 並且獲得卓越的成績 例如1997年本校四位代表勇奪 全港校制常識問答比賽貴軍 2000年五位中六同學硬超能 幸運權、麥浩佳、林宋文、簡正傑 參加第三十三屆聯合科學戰艦 以作品《靈魂之槍》 2000勇奪科技生生活 冠軍和菲利普創新科技大獎 當時這五位同學可以免費去倫敦 參加為期兩星期的青年科學論壇 與世界各地的科學比賽冠軍同學交流 還可以去牛津大學體驗他們的科學課程 為了培養學生的領導才能 學校在2007至2008年度成立了學生會 學生會的特色活動有 五間前線拍賣 師生綜藝表演等 第一屆的學生會叫做感覺 當年讀中錄的馬華勇老師 當選了學生會主席 而副主席是姚家欣女士 姚校友現在是醫管局隆床心理學家 他亦都在2021年 回來武校擔任畢業典禮的主禮嘉賓 2014年 白人學先生在同國軍先生手中 接任了校監一職 白校監非常重視學校的科技發展 多次捐款改良了學校的設備 聘請外籍英語教師 至今學校差不多每一間課室 都有十密投影機 互動電子白板 大大提升了教學效率 梁建文博士在2014年起 接任校長 與各科老師合作改革課程 增加中、應數三科的課史 建立課業檢查制度 推動科學科英語學習等 這一切都是基於學校的深厚根基 在師生的共同努力下 本校升讀大學學位課程的 畢業生人數上升了三倍 葵聰蘇節工學連續多年 是增值最高的學校之一 在2004年10月1日的 《東方日報》都有報道 本校的中、應、數、通四大主科 多年來都呈正增值 達3322入大學門檻的人數 持續增加 大約每四位畢業生中 就有至少一個可以直接 跑入大學學位課程 這一切有賴校監、校董的支持 老師的努力和愛心 還要感謝已經不在業的師兄、師姐 回來學校為師弟、師妹補課 他們不僅存授知識和答題技巧 亦都傳承了奮法向上 和不怕困難的精神 近年,學校成功與政府 申請了額外撥款改善學校的 設備、場地和課程 包括新星廣機工程、STEM Lab 電腦科技室、禮堂全新冷氣系統 和更新音樂課程等 提升私生的工作和學習效率 在此,我們以感恩的心 向辦學團體、香港書接護同鄉會 歷任校長、老師和校友致謝 有你們的支持 我們會更加努力學習 以貢獻社會為己任 多謝 我們會再見